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祖 今天推介复兴医药2196 选选原因是变种病毒株接种而至 继Delta变种病毒肆虐之后 Lambda变种感染病例也持续增多 预期疫苗和相关疫苗需求持续 股份值得留意复兴医药 复兴医药引入mRNA疫苗复必泰 继香港澳门和中国大陆之后 再增添中国台湾 其中中国国家药监局对复必泰的审订工作 已经基本完成了 有望成为加强针施打 作为复必泰在中国销售和生产的复兴医药 今年底将会实现10亿剂疫苗原液的年产能 另外根据报道 复兴供应至中国台湾的复必泰 已经获得批准紧急使用授权 复兴医药的股价由高位82元回调接近20% 策略上可以留下在63元以下收集 商榜83元失手58元就要止蝕了 顶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